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获得丰硕的果实? 丰硕的果实,用圣经里面说的话,许多果实,这许多果实究竟是什么呢? 这许多果实是主耶稣基督渴望我们接到的什么果实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五种果实 第一是悔改的果实 圣经里面第八节里告诉我们 因着悔改,一个悔改的心,而有行为的改变 马尔姑福音,你们悔改吧,天国领尽了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有一个人种了一棵五花果树,如果他不接出一个果实来,就要砍掉它 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转向天主,就要砍掉这个五花果 接出一个悔改的果实是多么重要 第二,让我们接出圣德的果实 就是我们因着圣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自然流露出的一种美德 加拿大人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就是温和,和平,忍爱,解质,等等等等 这九种果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圣德的果实 也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 第三,当我们去接触福音的果实 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在若望福音十五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 而是让你们多借果实,长存的果实 这里的长存的果实,也就是我们救更多的灵魂 让更多的灵魂得救 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不接触果实 就是枝也茂盛 其他的方面可能很好 比如说我们的礼仪很隆重 但是我们没有福音的果实 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要砍掉这些树 如果不接果实的话 若望在末世录里面也同样的这样去写 福音的果实,让更多的灵魂去得救 马尔姑福音里面也给我们讲 让我们去传福音 马尔姑福音也让我们去完成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实 第四呢,让我们结出最纯的家果 就是告诉我们感恩,赞美,将荣耀归给天主 西伯来人13章15节里 欧塞亚先知书14章 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接出口纯的家果 去赞美,去荣耀我们的天主 那同样的也让我们接出见证的果实 就是因着主的工作而产生的结果 罗马人书第一章13节里面呢 所以我们看到主 让我们接出这些丰硕的果实 经过修剪 经过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供应 就是个葡萄树的供应 他渴望我们接出果实来 耶稣,他说你们求吧 只要你们多结果实 无论求什么,必给你们成就 就像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们好好地读书 爸爸妈妈愿意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 一个孩子愿意有未来有成就 不断地努力 爸爸妈妈愿意供应所有的一切 那主耶稣基督 他的渴望就是我们多结这些果实 在我们生命当中 当我们每一次默想主的话的时候 接受主的修建 住在主里面 我们祈求主 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实 能够接出悔改的果实 我们的心不断地去转向天主 不断地去悔改 也让我们接触圣者的果实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温和 越来越有爱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被圣神更新 改变 越来越有节制 越来越有顺服 越来越有谦卑 也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去成长 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果实 接触见证的果实来 就像保禄宗族所说的 你们彰显出基督的生命 那无论求什么 他都会给我们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求他 让我们连接在他的生命当中 让他给我们丰盛的供应 让我们接触丰盛的果实 让我们低头闭目 做一个祈祷 主耶稣 我们知道 你借着教会 今天再一次 把这一段话译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有一个渴望 就是让我们多结果实 主耶稣基督 我们祈求你 让你的圣神 把我们和你连接在一起 把爱充满我们 让我们怀着你的大爱 去接福音的果实 让你的圣神 不断地圣化我们 让我们去悔改 让你的圣神 不断地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回归到你的台前 让你的圣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不断地敬拜你 荣耀你 让我们也不断地 接着你的圣神 去为你获美好的见证 主就求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 借着你圣神的运行 让我们借助这五种果实 丰硕的果实 来荣耀天父 来荣耀你 祈祷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威奉靡 MV.com PremiumBeat.com